卫青一众很快就追了上来 一个个气势汹汹 这不是风雷电的卫青吗 你们前来坐舍 驱灵疯狂地识眼色 卫青见到驱灵一众后 面色微微一变 这不是拍卖场的几位大人吗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 卫青也是十分好奇地看着四人 我们有钥匙 赶紧带着你们的人走吧 驱灵急忙说道 眼神一个劲的使 卫青也看出了驱灵所指 便是拱手抱拳 原来是熟人 实在抱歉 打扰了 卫青应变能力倒是很快 不过 当卫青就要准备离开的时候 他的目光 下意识地看向了后方的身影 顿时间 他的眼眸便是猛然一缩 藏雪四人身后不远处的萧炎 正一副悠闲自在的模样 不过 手里却抛制着猛物 不断地在抛向空中 又接下 此物正是卫青和雷爽 都想得到的天雷石符 天雷石符 卫青顿时忍不住咬牙开口 天雷石符 原来此物叫天雷石符 看样子 你应该知道的不少 而且 似乎也很想要这天雷石符吧 就这样走了 对不会于心不甘呢 萧炎还不忘调侃到 卫青顿时拳头猛地钻紧 这位兄台是谁 我们是风雷电的 愿不惜一切代价 换取兄台手中的石符 还望兄台能够成全 卫青极力地隐藏住了 眼中的凶芒 还是以最平淡的语气 先和萧炎交涉 你们很清楚此物的价值 而且正好 我也需要此物 所以 无论什么代价 都无法替代 萧炎缓缓地说道 卫青顿时眼神一沉 胸光有些难掩 那兄台故意拿出 就是为了调侃我等 卫青咬牙难难 萧炎不知可否地点了点头 也不算吧 我只是想看看 你们有多想得到此物 萧炎耸了耸肩说道 即便我们无法夺得此物 但风雷电 必然很快就会追查到 而且就算你得到此物 石符之上的东西 也绝非你所能得 卫青冷冷地说道 便是搬出了他身后的势力 风雷电 是哪个上等界空吗 萧炎挑了挑眉 似乎并没有听说过 这个势力的名字 我们虽然不是来自上等界空 但凭你四星斗神的实力 也绝对护不住此物 卫青直接爆出了 他感受到萧炎的实力 而且他体内的元气 也是跃跃欲试 卫青能够明显地感觉到 自己的气息 完全碾压萧炎 甚至周围的苍雪私人 都不是他的对手 这里从元气底蕴上来判断 他是这里最强的 能不能护着 试试便知 萧炎微微一笑 古井无波的眸子 平静地看着 目中凶光四起的卫青 没等驱灵劝阻 显然驱灵也无法劝阻 卫青身形轰的一声 以肉眼无法所见的速度 直接冲向了萧炎 而在他眼中 看着萧炎手中 不断抛起的石符 在极快的速度面前 变成了慢动作 与此同时的萧炎 眼神都没有转过来 卫青心中冷笑 仿佛他已经将萧炎手中的 石符夺得了 风雷电擅长的 就是爆炸性的速度 卫青伸出手 眨眼睛 便是要抓到了 萧炎手中的天雷石符 他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能够一把抓到 直至身形都要撞上了萧炎 这才反应过来 自己的手呢 卫青一回头 这才发现 自己的身躯 竟然被分割成了 不规则的三半 不过强如斗神 即便这样 也不会轻易死亡 分离的身体 也要五断丝连 也以最快的速度 要融合在一起 不过 卫青一抬头 便是看见了 萧炎一脸亲切笑容地 看着他 轮着手中的 八荒悬中时 直接将卫青 除了头部之外的 两个半身躯 用力一拍 便是击飞了不知多远 只剩下了半片头路 大 大人饶命 卫青这才明白 为什么驱灵 对着他疯狂失眼色了 明显是被萧炎给阴了 而切割卫青的 正是萧炎提前布置好的金线纱 之所以能够如此顺利 也是因为萧炎 利用了手中的天雷石符 作为诱饵 以至于让卫青失去了理智 根本没有注意到 几乎隐形于空气当中的金线纱 这样的创伤虽然不会死亡 但此刻却将性命完全交到了萧炎的手里 只要萧炎愿意 便是足以将他抹杀 杀你 其实意义也不大 拿钱换命如何 萧炎笑了笑 缓缓说道 文言的苍雪四人 顿时额间布满黑线 因为他们也被萧炎这么要挟过 拿钱换妖炎 同样的招数 用在其他人身上的时候 四人才觉得 是那般无奈和惆怅 但又不得不佩服萧炎 没问题 大人 我有八亿神渊气淡 不知道够不够 卫青没有丝毫的犹豫 面色铁青的急忙回答道 嗯 只有这么多吗 萧炎捏了捏瞎巴 藏雪四人额间的黑线更多了 我还知道天雷师父的一些重要消息 大人只要放过我 我全部都说 卫青明白 现在什么信息都没有自己的生命重要了 现在能够保住自己的性命 才是最要紧的事情 哦 说来听听 若的确有价值 我会考虑的 萧炎挑了挑没说道 不是大人 是否知晓 灭须天雷 卫青缓缓说道 萧炎摇了摇头 那大人应该还不知 三千世界当中 有九大雷霆 也称为雷霆之心 那是雷霆之力的本源 而这灭须天雷 便是其中之一 卫青继续说道 不敢有任何隐瞒 也不敢说任何一句废话 直奔主题 哦 那这石符 有何作用 萧炎闻炎 也是眼中金光一闪 未曾想到 这神秘石符 竟然真的和雷霆之心有关 从雷霆口中听闻过 有雷霆之心的存在 只是没有想到 竟然真的有机缘 获得其线索 这石符 也是我们费尽心思 才知晓的线索 不过这石符 并非只有一个 而是有一千多个 拥有石符者 才能进入一雷之地 据说 灭须天雷就在其中 魏卿立刻回答 依旧没有半句废话 一雷之地又何在 萧炎继续问道 西海虚无 岐北之地 魏卿回答 萧炎闻言 微微一愣 虚无海分为四个 分别是 北明虚无 南陵虚无 西海虚无 东运虚无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更新 雷之地 � misconception